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入侵厕所 家里厕所的白蚁群 白蚁其实是 一个木材和植物组织重要的分解者 也是同时也是损坏我们家具和家园和木质 木质家具的破坏者 因为白蚁它习惯很隐藏 所以你看到一点点好像这种 一点点这些泥土 其实也是它的signal来的 就是它出来了 它要需要寻找它的食物 其实白蚁是我们想象之中 更加的聪明更加的厉害 也比较很难对付 如果你没有专业的技术跟知识的话 其实是不行的 好像有人讲 可以去五金店买药水 但是五金店喷的药水 你不要忘记它是市场上 可以买到最毒最毒的药水 你把这种这么毒的药水带回家 你觉得OK吗 你家还有老人家 小孩子 那些如果喷的话 它那些气味不是这样快可以消除的 可能这些气味一个星期 它都还残留一些毒素 所以我们这些这么麻烦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做 今天我们来做这个是白蚁引诱系统 我们会放bake给它 给它吃 然后把它引进去我们的盒子 把它引进去我们的盒子 但是我们要帮 그거 我们走开 谢谢观看